随着人们对空气环境的重视,各国的排放要求也越来越严苛,各大车企业纷纷将工作重心向新能源方向偏移,这些都将进一步促进汽车行业加快进入电气化时代,但关于新能源车是否环保一直以来都是争论不休。 因为目前来看,电力来源很大程度,还是依靠煤炭发电,因此才有烧电等于烧米的说法。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罗斯最大的动力用煤生产商西伯利亚贝加尔煤炭煤炭能源公司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麦肯锡咨询公司数据基础上撰聘的研究报告指出, 电动车的普及交导致交通工具在电力消费中的比例增加20%,研究报告中说,为在2030年前生产额外电力,可能消耗4.5亿吨煤炭,去年在全球范围内心能源车型销量大约是110万辆,这个比例减下全球汽车总销量的2%,但是根据有关机构的预测, 按2030年电动车的销量将占汽车总销量的48%达到5230万辆,这显然会大大增加电力消费。 在中国,截至2017年底新门源汽车保有量达153万辆,而今年前10月新门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7.9万辆和8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70%和75.6%, 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电动车的保有量仅有76万辆,欧洲为82万辆,去年全球电动车销量,有一半是在中国,也就是说电动车的主要增长点还是中国。 数据显示现在烧煤的火力发电站生产了世界40%的电量,欧洲再逐渐放弃火力发电,向清洁能源过渡。 在中国,目前直到多数的电,都是通过煤炭燃烧而得到。 煤电比例占中国电力平衡表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现如今的电动汽车消耗的电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诚实烧煤炭。 那么未来中国电力来源会有怎样的调整呢? 国际能源署预计,即便中国政府宣布了煤电缩减计划,但在最佳情况,下煤电比例,也只有到2040年才会降至5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宠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称,中国仍然无法放弃煤炭,因此需要寻找其他减排方法。 刘英说,电动汽车的用电来源的确来自煤炭发电,且按照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70%左右的电力资源仍然来自煤炭。 但是,中国的煤炭排放,是可以得到集中处置,集中治理和管控的。 例如,山西市煤炭的集中生产地,就可以在当地建设坑口电厂,在煤矿附近直接建设发电厂,直接将电力输送出来。 而不必经过煤炭运输环节,将煤炭润的其他地方,再进行燃煤发电,进而造成环境污染。 而且燃煤电厂中的烟气脱流脱销进化工程,也是可以实现的。 能够达到污染锦排的目的,从中国整体的能源消耗结构来看,是资源禀赋决定的,中国本身就是赋煤、平油、少气的国家。 煤炭资源较多,价格较为低廉,那么,我们自然就会用的较多一些。 但实际上中国正在大力改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转向石油天然气的使用。 有数据显示,电动车在运速,不开空调,气温不太低的情况下,一度电大约可以行驶5公里。 从国家电网和大型电厂数据得知,电厂每发一度电耗煤煤,342克标准煤,加上中途的各种损耗,一度电约等于500克标准煤,而燃烧500克煤和500毫升90号汽油排放的二氧化碳大体相等。 以1.6升的汽车位置,500毫升90号汽油,大约可以行驶8公里,高于消耗一度电下电动车的5公里。 因此从能量消耗和排放角度来看,电动车反而比传统燃油汽车的碳排放更高。 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电池技术和清洁的能源的发展,核能、风能、太阳能,或将成为电力的主要来源。 而有了绿色的电,自然就有了绿色的电动车,而现在开始发展电动车并不算早。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